他做零的高薪更多 400多万 然后他其实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然后人事所有的安排都要经过他 所以他的把这些重要的位置放自己人 其实是方便要选总统 我们是觉得说 他其实把所有的亲信放进来市政府 寄生在市政府 最主要还是帮他打总统的血债 因为你看 如果我几十亿的资金在运作的时候 我是不是可以南瓜很多的企业的朋友 然后我是不是可以用这个资金来去 布他2024年的总统局 因为不管2022或2024选举都要钱 那我先把资源 拿我们台北市政府的资源 来养这群人 然后再用我们的企业 到时候再回馈给民众党 其实就是一种寄生的一种概念 可能他永远都是吸取别人的 这个吸取货 都是吸取别人的资源就是了 好这个当然 当然在这个最近的这种政治氛围之下 每个政党都有诉求选民 而且都会在未来的几次选举里面 看得到他们在台湾的政治版图里面的变化 我们先看四个公投 民进党在周末的时候展开了一个座谈 那同时1月9号的中外选区的补选 明天民进党应该会提名林静怡 我要请教冠廷稍微的解释一下 就是你怎么看 从补选他们对陈柏惟的这种 刀刀剑骨的攻击之下 那林静怡呢 他一定会说他是外来人 他们要做主人这是第一点 第二呢他把林静怡过去讲过的话 当立委期间的所有的这个发言 以及他甚至于他的这个交男朋友的经验 还把人家拿出来揪出来讲 可是相对的 严光恒的弱势就是 他当立委当的很烂 他也有一些立委的惊奇的这个记录 第二是严光恒自己结了三次婚 还同一个老婆离两次婚 这件事情后面是不是有什么 这个法律的灰色地带这个的这个操作等等 他经得起检验吗 他敢吗 假如明天真的终植会 后来通过提名林静怡委员 可以预见的接下去的公事会很猛烈 怎么打林 怎么打法 严加说真的过去几年 我们在台中包含他帮忙卢秀燕 营市长 他的团队直接进入到卢秀燕市长竞选团队 我们也有很多攻防 其实可以预见的 我觉得对方会有两大主軸 这也是一方面给静怡委员提醒 二方面也让观众朋友知道 我们要先做预防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无止境的人身攻击 他们的人身攻击 最后会被我们一一辩驳 我在静怡委员跟他的团队 也会一一的反驳 这些刚刚提的这什么男朋友这些细节 但最后就是会打一个 在尤其是在这个选区 针对他是女性这件事情 我是认真讲 这是他讲的很悲哀 就是他们会营造出一种 对于女性极不友善的政治环境 这个完全像我的太太持庸以前经历过 从交男朋友 从结婚 从生小孩 从你讲出来话 有没有礼貌 有没有符合一个附到人家该有的行为 他们都要在地方放这些耳语 我先讲这第一个 就是无止境的人身攻击 然后静怡委员他一定会被承受到的除了是女性这一点以外 刚才康姐有提到 外来人这件事情 其实这只是头 他们接下去 其实现在就已经在处理了 静怡委员前几天有提到一个他心目中的选民服务 包括他分享的中兴新春 分享了一些他过去的经验 但对方最后一定会用一个东西来检视 他我也给静怡委员一个建议 你要有展现我不管选的结果赢或输 我要在这个地方跟你严加作战到底的决心 对方怕的就是这种决心 对方接下去会打他的 最近在地方也开始在传 就是说 为什么他会讲他是女版陈伯伟的这个攻击 他背后要导向的就是外来人跟选完之后 你以后也许做其他职务就离开 那这两个结合在一起 女生加你没有要永远在这个地方 这两点合在一起 其实会对于林静怡在未来 要跟严加在对抗 一定是非常激战嘛 严加的选举最多能够拿到票数 我们大概都知道就是那个趴数 那我们这边会因为他的这些耳语 而被削弱 我讲女性这个 说真的在这个选区 在臺湾这个环境 政治环境 事实就是女性从政确实 当这些被贴上的这些标签 会有一些劣势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刚才讲的 你在这里跟这一片土地 长久抗战的这个决心 也会在地方发酵 所以我觉得先提醒这两点 那再来就是 最重要的 我觉得最后还是会弥漫的无限的假消息 我们看到柏惟 他刚刚卸任立委 马上被大家去污蔑说他已经找到新工作 然后后来证实这个电竞的这一个荣誉的会长是无几职 是完全自己奉献 可是对方可以马上讲说民进党政府帮你找到工作 林进党委员也一样 我觉得可以预测 而且这个社团是陈伯伟自己组的吧 不是 他是罢免陈伯伟的社团 然后里面有人去贴 不是 我说他那个说他有个荣誉会长 什么电竞会长 他把他转过去罢免的社团说你看到陈伯伟是这一个会的荣誉会长 所以我们已经帮他安排公职了 那林进党委员一定也会遇到这一模一样 而且在选战过程中就会讲嘛 之前柏惟是被讲说 要去高雄 要去高雄嘛 然后靖怡一定就讲以后不分区 以后部会首长先安排 就他们的惯用这几年来会做的 然后在 因为他们的组织 我们讲组织绵密的好处 其实现在数位化 实在就是他们在line的群组是 所有的大小群组都在里面 都有他们的人嘛 所以到时候贴图一出来 然后开始就散布 然后这个就变成以假乱证 你要澄清 不知道怎么澄清啊 那个封闭群组他在我们不在啊 然后你贴臉書 有人就不看啊 你上节目 有人就不看啊 可是这样子的一个传闻 我讲了女性地方组织加 未来他可能会去其他地方的 这些谣言 我就讲这个选举 就一两个月而已 这个已经就可预见 那要怎么防范 我說真的建议委员他就是 我强化他自己的优势 这些过去几次选举 不管我们之前的台中市场选举 上次的立委选举 这次的罢免 他们用的就是这几招啊 可是你最后就是你自己的优势展现出来 我觉得建议委员因为条件很好 然后加上他完全是有跟对方 有一个鲜明的对比 那当然我们现在明天嘛 等明天中止会结果 那如果真的是建议委员 我觉得把自己的优点展现出来 然后刚刚这几样去防范 我觉得就非常有机会 好 这个选举当然是一场苦战 可是1月9号一定也受到12月18号的公投的结果的影响 如果四个不同意台湾更有力 顺利过关的话 1月9号就会是等于注入了强心针嘛 对不对 那公投的状况如何呢 现在国民党呢 除了有罗志强的小猫 两三只的凯达格兰大道的这个叶速之外呢 他们的主席呢 居然把这个公投里面的所谓的莱猪 他讲成了一个是封猪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来看朱立伦是失心封了吗 四个不同意台湾更有力 举起手摆韩口号 历任民党青年部主任全到齐 和青年正在一起 宣告全国接奖将要启动 呼吁更多的年轻朋友 不管从网路到马路 大家共同来响应 民党串联全台青年世代遍地开花 在各县市人潮热区 进行密集街头宣讲行动 积极说服18岁以上的青年族群认同 对年底的四项公投 投下四张不同意票 迎战兰英公事 那现在就把莱猪讲成是美猪 然后讲成反莱猪叫反美 我觉得是莫名其妙 他们把美猪跟美牛 试着要分离 事实上就是一个偷换概念的概念 如果他们同意美牛进口 甚至所谓来牛进口的话 那他们今天对于莱猪 或者美猪的地产又是什么呢 躲在所谓不信任投票 这个标签的后面 他们不敢 也没有能力 去面对这个四个议题的讨论跟辩论 明玉这个朱立伦选上党主席 之后的所有的发言 都不是我们以前认识的他 显然他这个潜力大为发挥 那这个四个公投案 他说是倒戈案 然后他这个说美猪没有问题 是莱猪的问题 可以天天吃美猪 但是不吃莱猪 就像台湾猪肉也禁止成为莱猪 听不太懂他讲什么 那这个他还说不吃这个 风猪肉 如果不能吃这个笑地吧 这句话是错的 请蔡英文总统告诉大家 以后台湾可以吃笑地吧 但是问题是有莱克多巴胺的 饲料的这个猪跟风猪肉之间 可以这样画上等号吗 而且这个是一个非常没有科学 根据的一个谈话 他怎么会用这么情绪性的用语呢 那苏贞昌啊 还有这个孙小雅 自己都出来讲了 你觉得这个议题 还是现在公投里面 民进党所碰到的 最艰难的一个议题吗 我有问过国民党里面的人 就是说朱立伦主席 这样算不算失言 那国民党里面跟我讲说 其实朱立伦不觉得自己是失言 因为他这个一脉 包括就是说在罢免的时候 他讲后期讲陈伯威 讲说他是三独立委 那就是其中的毒 就是把这个莱猪长成毒株 那现在一脉相成 他现在又把这个莱猪长成消敌啊 所以他 所以我就确认过 就是朱立伦他的逻辑是 他不认为这个有失言 但是所有的证据 我比如说国民党的朋友 你现在可不可以把这个莱猪 你有吃到莱猪的 你拿出证据来嘛 那其实一个很简单的理由 就是说以现在我们的这个进口商 进口猪肉大概只占10%左右 而且10%里面非常大宗的 都是从加拿大进口 那加拿大进口 以现在的这个 这个价格跟品质来讲的话 他又没有比较贵 那其实就是继续维持加拿大进口 他没有理由 就是说现在用的这个加拿大进口 然后突然去换成 这个莱克多巴胺用的 这个莱猪 这个是没有理由 而且莱克多巴胺的莱猪 又没有比较便宜 所以我觉得说以这个国际贸易 或者说你去查一下这个 这个国际现在这个进口的一个现实 再来讲这样的话会比较好 但事实上我觉得国民党 现在最大的困境 除了他的这个问题之外 其实国民党里面 现在也有反弹 就认为说你国民党 你就是朱立伦 就主打两样 像国民党自己提的公投跟来反萊猪就好 不用再去把那个把去把那个核四重启核四背在身上 现在国民党里面有一些杂音了 他们第一个他们认为说这个反核重启核四 这个会很难辩护了 因为包括就是说你这个护藻礁 跟你这个重启核四 那你要怎么样去解释 这个是互相矛盾的 对那你当你要护藻 你要护藻礁是因为出于环保的立场 那你要出于环保的立场 结果你现在又要重启核四 你又没有办法解释核废料 所以这两个逻辑是不通的 如果你四个通道绑在一起的话 那你这个要怎么去跟选民解释 这两个是非常非常矛盾的干戈的 所以很多国民党就开始有点内部开始反弹 就认为说你不要一次把这四大公投绑绑在一起 以后你那个重启核四 变成重启核四会变成你变成对手打你的主轴 而且重启核四他自己当新美市长的时候是反对核四 是是没有错 所以你不但打到自己 而且你还打到侯友宜 对那卢秀燕也没办法 这个中火的问题也是 所以他们会就我觉得最大的反弹 现在内部最大的反弹是重启核四这一题 我觉得朱一伦这个是要背负一个蛮大的一个责任 那我过头来我补充一下这个林静怡的部分 坦白讲你说林静怡他其实也算是在地 他虽然他的户籍是南投 可是问题是他从他台中女中的 然后包括他读书求学 这个包括当医生中三复一 也就是都是在乌日这附近 所以他算是十足十的 二十几年了都算是台中乌日那边的 他在地服务房子也买在乌日那附近 因为他说他做急诊他不可能住太远 然后抠到然后再跑过来不可能 所以他确实是在地服务也蛮久的 所以你把他讲成说他是空降 这对他来讲是非常不公平 那对于女版陈柏维的这个封号 其实我觉得也还好 因为陈柏维支持者就要投他 对啊因为他们的这个个性都是讲话比较直率 比较呛啦抗中保台啊 所以我觉得好像蓝营的朋友一直把他打声说女版陈柏维就觉得是无名 我觉得我倒不觉得 大家都抗中保台的代表 而且我觉得林静怡最不服气的一点啦 他说他的资历比陈柏维还要深 你可以跟他讲是男版林静怡怎么会是女版陈柏维 这个是他唯一不服气的一个地方 这是比较开玩笑的 那最后要讲是说我认为是说 这一次林静怡有心理准备啦 他要把这个公投跟这个补选要绑在一起 因为坦白讲你要先过补选这一关 你要先过公投这一关 公投1218一定会延续到1月9号 可是对于林静怡来讲他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是你公投不能输之外 你要知道公投投一次对不对 然后你还要让这个支持者元旦廉价再回来一次 然后1月9号再回来一次 那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说 这个发生在陈柏维身上的 这个都会发生在林静怡身上之外 当时陈柏维大家也要劝他说 你要怎么样去号召这些北票的青年回来 因为当时你很大的支持者 因为当时是因为公投榜 不是公投榜 是总统啊 总统的选票 然后榜立委的选票 很多人是支持小英 然后来投你陈柏维一票 那如果说你单单只是因为陈柏维罢免的话 你要怎么样让这些青年学子 北票回来 这是对陈柏维一个比较大的课题 但是还蛮欣慰的啦 当时这个陈柏维罢免投票 还是有看到一些年轻人回来支持他 只是说对林静怡来讲最大的挑战 这是前面你还要再投两次还有两次凡乡 18号要回家一次 元旦有廉价 然后1月9号有那个博旋 而且1月9号跟元旦廉价就这么的近 所以你要怎么让这些青年学子 要在短期之内 一个月之内要回来三次 你讲的很有道理 是9号其实再过半个月就变成农历 这个新年了 所以这个这么多的假期 你叫他要回来 所以一定要有强大的诉求 所以1218不能输啊 最重要是1218 请教婷妃 周末你们座谈会都已经发动了 那你们对这个1218的 尤其是你们这个明代接触 基层比较多 对于要解释清楚 所谓的被他们讲成是 小弟啊 我怕死人 然后又是那个 珍爱藻礁的这个 所谓的环保的大旗 那现在从一个周末的座谈之后 接下来怎么进展 那其实公投里面对民进党 比较有利的应该是 现在的选民年龄 是降到十八岁以下呀 所以今年的公投十八岁到二十岁 新增的选民是可以投票的啊 这应该是对民进党比较有利的啊 其实现在大家在评估说 十八到二十岁 这一个部分应该是最强的 因为他们是第一次投票 对啊 他们会觉得哇 自己觉得拿到这一张 这个投票权是很难得的 而且是第一次 所以我觉得在十八到二十岁 这个确实是我们要主攻的诉求 让他们知道说 其实不论是美珠的议题 我们都是为他们的未来在打拼 不论是ECFA 我们相信在整个过程 我们被中国这样子的一个打压 为什么我们要脱离这个ECFA 就是因为我们要去 为了未来 我们包括我们的这个CPTPP 还有提法的部分 我们现在都开始包括去开始会谈 然后CPTPP也已经展开我们的申请 所以你在整个经济会谈当中 你必须要所谓的有有进 有出 也就是在会谈当中 你不可能说我仅仅存 我台湾什么都不行 什么都不能谈 然后我们一直跟人家说 我们关税要解除 我们的东西要进去 那这样是没有对等 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讲说 美珠的议题确实不好谈 因为在整个题目当中都是一个正面表列的东西 就是说哇你你对美珠的议题 大家一定是不希望美珠嘛 可是我们必须去讲的 不希望来什么什么什么 因为他的题目设计本身就有陷阱 对没错 他是正面 所以我们必须把这样的一个题目跟大家讲说 为什么我们要四个不同意 不让你单纯看那个题目 而是我们要去把它深化成这样的议题是政府如何能够创造三营 所谓三营是我们又可以展开跟美国的提法会谈 然后又可以加入CPTPP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我们又可以利用我们的边境管理 让我们台湾人民不要吃到所谓的莱猪 所以为什么朱立伦现在用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方式 小萝卜他就是在恐吓台湾人民 小萝卜大家怕就说你怎么吃小萝卜 因为莱克多巴胖 我们只说台湾没有莱猪 没有莱猪 所以他其实他现在朱立伦已经从他当选党主席之后 他开始他用一种类似柯文哲的说法 他这个去这张人家是三营立委 三营立委 三营立委 所以 这么多恶毒 但是还是这个险胜 是啊 所以他会越来越用这种非常惊人的语气 然后来告诉大家 所以你看他为什么不讲其他的 他就讲说小萝卜 可是大家说你错了 美猪不代表是小萝卜 而且莱猪到目前为止 台湾没有进到任何一个莱猪 而且当时国民党一直说 如果莱猪进口 那台湾的猪农就会受到影响 然后我们的猪价就会跌 到目前为止 猪价没有跌 甚至我们的内需市场又增加了3% 甚至因为我们拔针之后 我们出口 出口外销也增加了 所以现在猪的市场是非常好的 猪农整个它是没有受到影响的 所以他知道说他这些过去国民党的诉求都行不通了 所以他才现在用一个最简单的说法说 我们不能讲小萝卜 请问小萝卜在哪里 我要问朱立伦 请问小萝卜在哪里 你先跟我们讲小萝卜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说现在他用这种很简单的语气在讲 就是要欺骗台湾人民恐恶台湾人民 那相对的我们现在要问朱立伦说 那请问当时候你跟我们讲说 没有核安就没有核能 那请问这个问题有解决了吗 你说如果核废料没有解决 就没有办法有核四的问题 那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国民党的所有县市首长 谁哪一个县市要被放核废料 你要不要跟我们说 他就是中央负责 对啊 要不然你党中央让我们放吗 你国民党党中央让我们放核废料吗 还是国民党现在执政比较多县市 国民党哪一个县市要被放 侯友宜你要被放吗 你要先讲 你要先把这些问题解决 你才跟所有的台湾人民说 核四要投同意票 他现在都不讲 他现在不敢针对里面的问题去讲 因为讲了就破功了 讲了大家就会质疑朱立伦 所以他现在就说 你就是四个都同意就对了 所以他用这个消敌要把去带动 他不讲 而且你说公投绑大选 大家还记得 重启核四他要面对的问题 对